十一屏套房设计以精品饭店概念客制化符合屋主的生活机能,大量运用异材质与弧线创造极具风格的现代风格套房。 在今天的节目讲教大家三个重点,打造完全符合屋主需求的精品套房。 我们会先介绍如何在十一屏的空间中,依照屋主生活习惯做场域分配。 接着解析设计师如何利用天花板与墙面造型,链接收纳与生活机能,最后了解如何通过一材质与曲面设计,建构空间风格。 先许蜿蜒的玄关廊道集合墙面雕塑,许现带领视觉与空间向客厅延展,利用变朗陈列的概念安排家具,以及带点续曲原始感的景色,创造拥有最佳归属感的精致空间。 在精品套房中,设计师将天花板与利面切割开来,墙面以弧形搭配皱褶设计,引导由玄关导向宫领域与私领域的动线。 墙面造型除了着重于艺术性之外,也融合机能打造置物空间,隐藏居家设备,同时也将门片入口隐藏起来,天花板运用流畅的弧形搭配金属材质,打造流畅的视觉动线。 柔和原始与现代风格,空间里的墙面与地平以带点颗粒感的矿物涂料为主,诠释斗穴的神秘与原始感。 天花板使用镜面波浪不锈钢板创造现代情味的视觉体验,搭配墙面局部镶嵌的水纹玻璃反射灯光与空间。 夹剧使用的现代感的大理石、黄铜搭配直播的碳化石木与特殊石头漆,丰富了套房里层次性,抽取金皮饭店与现代艺朗的精致元素融入套房空间。 军看设计总监曹军达与刘贯汉,在十一亭大的套房中,依照屋主习惯对机能与空间做客制化布局,在小空间里创造流畅的生活动线。 结构墙面与天花板的设计概念,搭配异材质堆叠出兼具实用机能与风格特色的空间,让出差后归来的屋主能在心境上使用上体认到回家的归属感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